土圣贤路 民国能禅 民国时期 有一位叫 士能禅的比丘 浙江黄年县人 法师年少时就出家了 并在二十岁时 受了聚足戒 能禅法师在教门上 是秉持天台宗 在行门上 是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极乐净土 他曾经在东湖 亲近世海法师 在宁波侍奉地贤老法师 上海世界佛教 居士林创办的初期 能禅法师 被聘请为居士林的导师 并驻西居士林 讲经三年 上海的居士 能够听闻佛法 都是由能禅法师 启发的 民国十四年 即公元一九二五年 应浙江海沿县 官员相声的邀请 能禅法师 担任福业寺住持 法师到寺院住西后 整顿僧规 道风随之一阵 从那以后 平湖的德藏寺 松江的凌风寺 也成为了能禅法师 时常前往挂丹和红法的处所 813事变之后 能禅法师必居在海上 专门以红法为药物 没有任何的闲暂 能禅法师 平时代人接物 念佛 明年春天 到九月底 到九月底 法师居住在修启安 从此一病不起 有一位叫师静藏的居士 前往探病时 能禅法师 透露自己已经 已经预知 并托付了后世 十月初六晚上 能禅法师 召集大众 祝念 经过两天一夜 不间断的灵法 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 已经清楚分明的现在眼前 出发下午四点左右 能禅法师 带着微笑 带着比平日 还要慈祥的面容 以吉祥末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十年五十九岁 往生后第二天 法师的头顶 仍然是温热的 弟子们遵照 法师遗嘱 五日后才入堪 入堪时 只见能禅法师 身体依旧柔软 锐相 清楚分明 华相 有 正如 感谢观看